所以的话呢 对于形式而言 我们可以干嘛呢 自己去通过自己的理解 去来学习 比方说 你可以发现 这几个形式当中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如果你为了你的形式 看起来好看 为了你的形式 看起来合理 对吧 空间上也更合理的话 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都会有个核心 看着了吗 都会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的话呢 会把控我们整体方案的 一个形式走向 你比方说 这里面的话呢 一个核心 就是它清水的一个平台 它用的是这种矩形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它其他的那种 不是主要功能 附属的那些功能的话 就都跟这个形式是吻合的 这个形式怎么变 我就跟着怎么变 我其他这些形式 就跟着怎么变 听懂什么意思了吧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主体 看得了吗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主体 所以的话呢 这是形式第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个 核心的一个主体 作为我们的形式的一个出发点 你比方说 我们在跟建筑 去来配合景观的时候 我们景观的话 首先考虑什么 我刚才提到了 建筑的平面形式 跟建筑的立面形式 是不是 刚才张登工作室 那个水井 它为什么采用折线呢 就是受着建筑上面 外表皮折线 那个形式所影响 所以的话呢 它的景观用的 也是折线式的 对吧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就是核心 这个就是核心形式 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们要脱离开 建筑外表皮 或者脱离开建筑的 基本形式的话 我们做一个曲线的 那这个项目的话 一定感觉 它跟建筑 是融合不进去的 那人们的话呢 假方也不会认为 这个项目 你做的好 听懂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面 跟它与之配合的 这个功能形式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这些形式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是大中小的 这么一个节奏 听懂了吧 我不管你说的什么维和 这个地方休息区 必定是维和的 你做折线的是 你做直线是维和 你做曲线 你做折线就不维和吗 都维和呀 这里面形式感 第一有核心 第二个就是有节奏感 好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形式 它在处理的时候 是有大的 对吧 有中的 有小的 我在上小班课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举例子了 我们如果要是让这个形式 看起来很无聊 很无趣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人为的做成一致的 你看一下 比方说我把这个空间尺度 做的跟他一样 跟他的尺度感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你得到这个平面的话 有之前的感觉好吗 也没有之前的感觉好 他俩的 他俩的体量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 他俩是一样的 中的 中的跟小的 没有大的 这点没有大的 你觉得这个平面的话 看起来是不是很平庸 对吧 我把这个擦掉 你们反复感受一下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的话 这本书里面 为什么我之前我说 我做经营社群 是为了帮助大家去来读书 因为年轻同学 你们根本就不会读书 你们没有方案积累 你们也没有实际经验 所以你们读书 只是在读字而已 只是看图 看办法一样 真正有经验 设计经验的人的话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手上一定不能闲着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去来模拟这个场景 如果是说他俩一样大的话 那这个平 这个方案的话 这个平面 看起来还那么有趣吗 就没那么有趣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相同空间这个处理的话 是不是也是有变化呀 是有变化 这有大的 对不对 这有中的 这有小的是吧 都是有变化 你再看这个呢 你再看这个呢 有没有 大中小都有吧 所以的话呢 你的平面形式的话 做到好不好 跟你的 就是有时候大家 你们画一些线条 都很感兴 你们觉得画这么大 就这么大 你们觉得画这么小 就这么小 其实 它不是这种随机的 它是有感情在这里面的 好吧 你再看这个 大的 中的 小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我们教材里的内容 这是经过很多 这个 牛叉的人 反复验证过的 这个教材 为什么要进到 211985 啊 为啥 为啥要进到这些 学校当中去 因为是他能进去 好吧 你再看一下这个形式 大的 中的 小的 一个看起来合理 或者看起来很舒服的 一个空间形式 是很随意的话的吗 不是 所以的话呢 你们为什么说 我很抵触这个东西 你们在抄这个东西 因为你抄这个东西的话 这里面 其实我们作为老油条的话 我们自己在设计 这些空间的时候 我们自己其实就有 这种大中小的 这种东西在里 有节奏感 也有核心 对吧 也有核心 但是你们在抄的时候 为什么我叫 我说自己叫 自己在做化学阉割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是一个 健全的人 但是的话呢 你抄了人家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变得不健全 原因就是 他代替你思考了 对吧 他代替你思考 你越抄 他越代替你思考 这个东西就跟毒品一样 最后的话 你就完全脱离不掉 你就总觉得说 老师我用万能平面 可以搞定一切事情 是吧 对吧 所以就说呢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好吧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我希望大家以后的话 你们第一 万能平面不要信 一旦遇到什么万能的 他一定不是设计 他一定是可以被其他东西 替代的 好吧 再者的话呢 就是大家热衷于这种超会 对吧 我知道 很多学喜欢这个东西 超会 对吧 为什么喜欢用超会呢 因为超会的话呢 我们人人都喜欢做什么 叫事后诸葛亮 是吧 都是事后的 对吧 事后的话呢 装自己好像明白 对吧 好像知道怎么回事的 这个超会的道理是一样 我从来就不建议我的学员 去来超会 这种东西你要超他吗 你看一个设计大师 做了一个平面 然后的话呢 你假装好像自己能理解 这个大师一样 这里面他做了一个看上草坪 对吧 这个草坪的话呢 做的真不错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种用折线这种形式 基本上是不带思考的 那你认为他有用吗 我们超一个平面 超一个大师的东西 你超他的意义在于哪 你超他的意义 是不是未来 你想用到你自己 试试当中去 你领导的话 给你一个广场 然后的话 你说我之前我超过这个 我也用折线的 然后的话呢 领导问你说 为什么这个项目 你要用折线的呢 你为什么不用曲线的呢 我觉得曲线还不错呢 那你怎么说 你就说我在网上抄的 我在b站上看着 跟up主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画了几个东西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就抄了 那你认为你具有 这个设计能力吗 你是不具有设计能力的 好吧 所以的话呢 这种东西 我觉得大家 对于大家而言的话 你们是没有必要去来 抄他的 好吧 好的项目 我们要不要看呢 我们要看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来抄 因为抄的话呢 就是做事后诸葛亮 对吧 事后诸葛亮的话 谁总能做 好吧 没有必要我们花时间 给他抄下来 对吧 对吧